师父说,再难过也要尽量地吃饱饭,泡个澡,早点睡觉,不是去活得没心没肺,而是知道痛苦不会自己消失,他会长久顽固地恨在面前,必须保持精力,才能跟难熬的日子对抗到底。 人总要寒心一次,才知道世界的真真假假,人总要寒心一次,才知道烦恼只能自己消化,被最信任的人欺骗,才明白世上没有一成不变。 有些话,不需对每个人说,有些路,只能一个人默默地走,别人不是我,怎么会明白我心苦与乐。 哭的时候没人哄,所以学会了坚强,怕的时候没人陪,所以学会了勇敢,烦的时候没人问,所以学会了承受。 累的时候没人,累的时候没人,累的时候没人依靠,所以学会了自立,人生就是这样,慢慢磨,磨出了成熟,磨破茧,成了带上飞舞的蝴蝶,熬住火,成了涅槃的凤枉。 靠自己,纵使不会事事如意,但可以骄傲地说,我曾用尽全力。 当孩子不再麻烦你的时候,孩子已经长大。 当父母不再麻烦你的时候,说不定已经离开。 当朋友不再麻烦你的时候,友情大概已经不在。 当爱人不再麻烦你的时候,说不定去麻烦了别人。 人都是在麻烦中加深感情的。 有时候被麻烦也是一种幸福。 今天开始,请大家珍惜这种麻烦。 成年人一定要认清一个事实,我们这一生除了坚强,别无选择。 因为我们背后没有人,所以不能倒下。 我们不敢轻易哭泣,因为没人替我们擦眼泪。 我们起早摸黑,奔波劳碌与生计,因为我们懂得,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 我对这个世界最大的不解就是,我明明很善良,做什么事都为别人考虑,从来没有亏欠过谁。 宁愿自己吃亏,也不亏着别人。 师父说,你知道你为什么总被辜负吗? 因为你单纯,好骗,心软,没有底线,对感情专一还倒贴,一哄就好。 你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。 你已经是70是情绪,30是内容。 情绪不对,内容就会扭曲。 因此,没有良好的情绪,说的再多也只是发泄。 一段关系要讲长久,要学会照顾到各自的情绪,而不是天天摆一些大道理。 你懂我的小情绪,我明白你的不容易。 短的是岁月,长的是真情。 工作很累,总不能不做吧。 感情再假,总不能不碰吧。 人生这道题,怎么选都会有遗憾。 真正的强者是,夜深人静时,把心掏出来自己风风补补。 睡觉醒来又是信心百倍。 活着就该逢山开路,遇水搭桥。 自度是能力,度人是格局。 睡前原谅一切,醒来便是重生。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强性比性。 一味的付出,只能灌出来更多的得寸净持。 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,就注定自己不好受。 所以啊,余生没那么长,还是忠于自己。 要活着,要活着,还像自己。 师父说,人一旦看透了,就会变得沉默。 不是没有了与人相处的能力,而是没有了陪人逢场作戏的兴趣。 做人真的好难,善良点被人利用。 老实点别人欺负,过得好遭人妒忌,过得差不被尊重。 心眼多别人说你原话,心眼少又被说成无脑。 做得再好也有人讨厌,付出再多也不会人人喜欢。 做人难,难做人。 所以不如走自己的路,别人爱怎么说,就怎么说吧。 人敬我一尺,我敬人一丈,这叫人品。 人帮我一回,我十倍返回,这是情义。 人怎么带我,我怎么带人。 和我客客气气,我就彬彬有礼。 对方瞒不讲礼,我也就不留余地。 好脾气,不代表没脾气,只是轻易,不发脾气而已。 师父说,你不招人喜欢,因为你不够虚伪,嘴不够甜,不会睁眼说瞎话。 你不招人喜欢,因为太真诚,太善良,甚至为别人着想。 你不招人喜欢,因为一颗真心,永远比不上一张好嘴。 你不招人喜欢,因为会做的,不如会说的。 而会说的,人一旦有了隔阂,就是真的走不尽了。 人可以说谎,但细节不会。 斤斤计较,是因为吞下所有委屈的人,不是你。 旧式重提,是因为从来没被妥善处理。 无数个需要你的瞬间,我都闭嘴了。 因为我知道好好爱自己,也知道回不去了。 一家人在一起,钱多钱少不重要,房大房小不重要,吃好吃坏也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,一家人和和气气,齐心协力,把日子过好。 和睦相处,开开心心,把亲情吻过。 这样的家,就是幸福。 家庭和睦,再穷都能发家。 家不和睦,大富大贵,也会心如死灰。 锦衣玉食,也会食之无味。 做人不能太算计。 算计别人一次,那是别人相信你。 算计别人两次,那是别人让着你。 如果你还想算计三次四次,对不起,没人会奉陪你。 吃一次亏,看清一个人。 上一次当,看透一颗心。 别说他人心狠,人不是一天变的。 别说人小气,心不是一天凉的。 你若对人真诚,别人自然会对你真诚。 你若对别人算计,别人一定会远离。 人活着,又学会装傻。 装傻不是真傻,是一种难得的智慧。 看透不说透,看穿不拆穿,揣着明白装糊涂。 一个人,如果想要更好的为人处事,可能必须要装聋作哑。 不该说的话不说,不该做的事不做。 闭嘴的时候,永远不会惹祸。 学会装傻,才会活得轻松自在。 装傻,既不迎合别人,也不违背自己的内心。 活得还像自己,就是不说而已。 装傻,看似糊涂,实则聪明。 别人没把你放在眼里,你又何必放在心里呢? 别人对你毫不在意,你又何苦死心塌地呢? 感情或友情,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苦苦去维系,而是两个人共同珍惜。 对人可以包容,但不能纵容。 对情可以专一,但不能痴迷。 若不被在乎,可以转身。 若不被珍惜,就要懂得放弃。 不被婚姻的热情不要也罢,握不住的沙,不如扬了它。 然后,好好爱自己。